大家好,我是宣運,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是微妙變化 先講講港股情況,今天港股沒有昨天那麼英俊 稍微低跌後跌超過200點 最後全日都要跌著200點開外收 跌204點,收了26889點 成交是625億 今天的市場下錯,跟強勢股或重磅股下跌有關 包括強勢,重磅股就是有邦,看到跌2% 一百天線都穿上升,鬼都失守 之前的強勢股,藥物股這陣子都挺英俊的 包括這隻石藥,但今天都要跌著來收 跌3.5%,走勢麻煩一點,今天來算一下 令市場下跌了200點開外 市場的走法,後市怎樣看呢 初步看恆生指數 其實無論看高低點 以至成交的升跌都不太大 方向感不像不太強 例如今天成交只有625億 比較少 顯示賣賣雙方都不積極入市 另一方面,高低點都是證實了這點 高低點不多 高低點是86點的差別 26,800點左右 26,900點左右 只有86點左右 顯示好淡並未大舉入市 攻擊對方 所以今天叫做買賣兩限 但從消息面來講 以至外圍的形勢來看 就不是那麼簡單 可能有個大戰一觸即發 先講消息面 消息面其實有些膠戰的味道 一方面就是政治方面 今天出的消息都是一般的英俊 一方面就是美國參議院通過了 香港的人權和民主法案 通過之後 現在就做了少許功夫 就是眾議院版本做了少許功夫 就可以讓特朗普來簽 如果簽了就麻煩 未簽之前 現在都有些暗勇在 原因就是 中方已經譴責 披瀾或美方干預香港的事務 香港政府都譴責 情況之下 令大家有些擔心 特別是中方方面的反制措施 會否出籠 或者出籠的時候有多強烈 會否影響到中美貿易談判 以至反制措施 會影響到美資企業在香港的情況 特別是 現在開始擔心即將到期的幾間美資企業 賭股 賭股會否能在澳門方面的牌照 能否續賭 大家的市場時 已經開始擔心這些情況 總之來說 這是一個很不明朗的情況 與此同時 中美貿談判也是有不明朗的情況 雖然昨天 華為方面的禁令 獲得寬限 但是特朗普再次說 有威脅 如果談不妥數 就會提高中國產品的關稅 整個情況令大家比較憂慮 事實上有外匯報到 暫時有兩方面都未談好 第一方面 何時撤少關稅 第一 第二 中國究竟買多少農產品 這兩方面都未談得到數 所以有些暗湧在這裏 有些情況 大家要留意 另一方面 外圍的股債更加出現微妙變化 都可能影響市場 先談到美匯指數 之前幾天 純純相跌了三支陰燭 過去這兩個交易日 已經連續彈兩支陽燭 雖然不算很大 但已突破了比較陡斜的下降軌 顯示 美匯指數初步的跌勢 有少許舒緩 美匯指數的跌 對股市傳統認為是利好 因為顯示風險為納上升 但現在跌轉樓的升 知識有點偏淡 這是第一個 與此同時 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 都有這樣的情況 知識如果是跌的話 知識顯示 市場市的解讀是這樣 顯示資金尋找 資金避難鎖湧去美國債券 雙息推低了 現在正正是 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 慢慢慢慢的 之前一度逼近兩厘 但現在逢一逢一逢一 已經去回1.74左右 跌穿100天線 之餘上升軌都跌穿了 勢轉弱了 突然間 換言之 好像市場想找到資金避難鎖去 這與美匯指數都是吻合的 情況下大家要留意明明的變化 究竟是否資金開始重新轉回一些比較安全的資產 大家認為安全資產 避一避險 所以大家要留意著 但與此同時 金融市場方面 資產價格是這樣走的 賣方就好像想避險 無論是債券以至美元 因而受惠 但賣方 即是所謂銷售大證券行 就唱好 特別是港股 就繼續唱好 這些大行 昨天節目也提及過 大摩唱好 最新有兩間出來唱好 包括瑞銀 瑞銀說 預測明年 無論是MSCI的中國 以及香港的恆生指數 都有雙位數的增幅 聽到不錯 這已經偏好一點 為何瑞銀會這樣預測 其中的原因是預期 中國方面會繼續減息 50點指到100點指 這對於降準 降準50至100點指 覺得對港股有利 這就是瑞銀 另一個就是中信 中信證券 亦是看好港股 由於全球貨幣寬鬆 以至股票本身的高分紅 以至高股息 都是有利股票的價格 預期恆生指數可以上升10% 明年 10%以去發表報告計 換算大概29,700左右 接近3萬點 換言之都是看好的 很特別 賣光看好 賣光看好 賣光就好像轉到比較安全的資產 在這個情況下 整個形勢比較微妙 所以大家留意恆生指數的走勢 今天下跌到100天線 之前升穿了 但今天下跌到100天線 不過幸好下跌不太多 跌穿2點 整個形勢 其實走勢現在叫做身懷六甲 一枝大洋竹之後 跟小陰竹 陰陽竹吵起身懷六甲 代變 加上100天線 在口纏 代變 代變等了甚麼 第一個等是甚麼 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以至中國會否反制 第二個要等就是阿里巴巴 我相信下星期正式上市 上市後之前凍結資金 會如何進入市場 還是怎樣 這就是關鍵所在 所以大家留意著 兩個因素 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以至中美角力方面的情況 以至阿里巴巴上市後的情況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